高校教授在面对高三深深学子之时 鼓吹崇洋媚外的理论 他的话筒被学生抢夺了过来 学生说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认为欢迎来到这里说事 这两天最火热的一个新闻恐怕就是 合肥的一个高中请了当地高校的一个教授 给高三学生发表演讲的事了 按道理讲在学生时代我们也聆听过很多这样的演讲 我们也希望过来人给我们的人生指点迷津 只不过这次出了一个小插曲 这位教授在热场的时候 可能他自己想讲点俏皮话 可能他自己想拉近和学生的距离 然而他忘了作为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他所谓的掏心窝子的讲几句话 对于青年学子看来 你这个讲法就是充满了侮辱 这位教授讲什么了呢 据当时学生回忆说 这位教授的言论中充满了崇洋媚外的思想 他跟学生们讲你学习好 你就能找到更好的配偶 出国之后你就能找外国人结合 外国人的血统是那样的崇高 他甚至告诉青年学子 出了国就不要回来了 因为外国的月亮总是比中国圆嘛 都多少年了 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某些人内心中的虚弱 他们那样的崇尚国外 就没有看到这些年来我国的强势崛起 当然青年学子是不惯他毛病的 一位学习成绩很好的学生 基于义愤冲上讲台 抢下话筒 并一正词言地告诉他 你说的都是错的 我们读书的目的不只是为了自己 甚至不只是为了家庭 而是为了中华之崛起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身边那些斗志昂扬 对前途充满信心的人 往往都是青年人 十几岁二十几岁 在学校中的孩子们 而我们身边那些 总是对生活充满了抱怨 甚至对这个国家充满了怨恨的人 都是那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 当然我们也非常理解 青年学子相对而言 是父母供养的 没有生活的压力 他们在象牙塔中特别的纯洁 所以感觉到这个世界 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 自己的前途一定是一片光明 国家和民族永远是充满希望的 而四五十岁的很多中年人 遭受了社会的毒打 上有老下有小 他们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当年的初心早就被磨平了 他们也没有了各种各样的斗志 对于他们而言 只要能踏踏实实赚点钱 把自己的生活和家庭的生活搞得更好 就心满意足了 巨大的压力 使得他们再也不是出生的牛犊 而变成了垂垂老矣的老黄牛 我们倒是能够理解青年人和中年人看待这个社会的差异 然而这种差异除了是年龄和压力造成的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生活时代的不同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虽然我们建国才几十年的时间 但是每一代人的风貌是不一样的 刚刚建国那一代人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们凭自己的双手把各路反动派统统打回了老家 这样我们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新中国 而且刚刚立国 我们就在朝鲜打赢了美国人 我们是进入到新时代后 第一代站起来的中国人 所以那一代人实际上是充满信心的 然而今天很多四五十岁 甚至五六十岁的中老年人 他们的青年时代 恰逢八十年代打开国门之初 我们不得不说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差距还是很大的 以前我就举个例子 北大的教授他一个月的工资赶不上 你在日本一个普通人刷一个小时刷盘子赚的钱 咱们的人均GDP和日本最高峰的时候 差的有百倍之多 一百个中国人赚的钱只能顶得上一个日本人 甚至十几年前在我们探讨有没有可能有一天 我们的GDP总量会超越日本之时 网上很多人说天方夜谭 中国GDP超日本2050年也不可能 结果怎么样 我们非常理解 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改革开放之初 我们刚刚打开国门 我们跟人家的差距非常非常大 像小平同志说的那样 如果再不努力的话我们就要被开出囚集了 所以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今天的中年人 他们身上免不得要崇洋媚外 他们自发的觉得外国的任何商品都比我们好 到今天还有人会津津乐道的跟你讲 这个进口货就是比国产的棒 这样的奴性思维实际上已经深刻的刻画到了这些人的心中 以至于这位教授认为所谓人生的成功就是学习好到国外去 娶外国老婆改造自己下一代的基因 永远不要回来 那就是人生的赢家 然而他们忘了过去几十年我国经济的巨大成就 就说和日本的对比吧 到去年年底我们GDP总院恐怕已经是日本的四倍以上了 要不了多少年我们的GDP就要超过美国了 而今天中国市场上进口货早就没有国产货卖得好了 尤其是对于新一代的青年而言 从他们出生开始 从他们接触这个社会开始 他们就觉得我们是世界经济强国啊 我们在任何方面比发达国家都不差 甚至比他们要好 所以当这代青年去买球衣球鞋的时候 他们不会选阿迪奈克 当这代青年去买手机的时候 他们不会去选苹果三星 当这代青年去买汽车的时候 他们不会去选风天大众 一整代中国人对自己对民族对国家的信心已经建立起来了 所以当他们听到上一辈人还跟他们鼓吹什么 外国的月亮就是圆 到外国去娶外国老婆改造基因 永远不要回来 就是人生赢家之时 他们当然要义愤填膺的冲上讲台 抢夺话筒 并告诉他的上一辈 你错了 我们读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到国外 是的 我觉得最近十年 全网的舆论风向都有了巨大的变化 那些所谓的公知 那些所谓的自恨族 他们的言论再也没有市场了 因为活生生的经济现实 告诉我们到底哪条路是正确的 而一代又一代迅速在新世代中成长起来的中国青年人 对自己对民族对国家充满着无限的信心 当然我们会喜爱国货 当然我们不会对外国有迷之自信 我们再也不会认为外国的月亮圆了 没有闻说 我们不认为外国货 我们不认为外国货 那 few etap还是两百分之间吗 从中有进入